随着消防局救灾勤务日益繁众 顶中实业航董事长兰武玄明 是有感于消防人员救灾工作的辛劳 捐赠价值263万元的灾情勘查车 给桃园市消防局第二大队 来提升消防人员执行勤务的效率 收纳牌子和消防局长开心合照 顶中实业航捐赠灾情勘查车 给桃园市消防局第二大队 由局长亲自受赠 随着消防局救灾勤务日益繁众 车辆载运各式救灾装备器材的需求 也随之提高 董事长廖玄明因为从小在地生根 常常看到救护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 因此也更了解救灾资源及时性 对于民众的重要 感觉到就说我在做事业 如果在这个经济允许的范围内 也是要尽量来有没有 善尽一些社会责任 希望有一天自己能为消防尽一点心力 回馈社会 如今终于达成心愿 捐赠了一台6.5吨乡市灾情勘查车 价值263万 希望提升消防战力 那是一个装载很多救灾装备的车辆 来弥补我们平常的消防车 不能够容纳的其他的装备 比如说现在的 我们今年开始添购了很多的救灾机器人 救灾无人机 都可以靠这辆新捐赠的灾情勘查车 把它运到灾害的现场去 这台6.5吨乡市灾情勘查车 不仅可载运各事所需的救灾器材 还可以支援水域救援 山区救援 火灾抢救及车辆灾害救援等相关勤务 对于消防工作的执行 可说是如虎添翼 希望借此提升消防人员执行勤务效率 让市民享有更安全的生活 我